大家先请合掌 南谋本师 释迦牟尼佛 南谋本师 释迦牟尼佛 南谋本师 释迦牟尼佛 皇上圣身为妙坊 海千万劫南朝一 我今见闻得寿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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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厌解如来真十一 厌解如来真十一 各位知识大家阿弥陀佛 那前面说到 其实在赞叹地上菩萨的这个书生 就是他行菩萨到以来 所利益的众生非常非常的多 那这个是在赞叹地上菩萨的 那也因为这样 所以说假设你攻进 那么赞叹 那么供养 那么称明 称念 地上菩萨的名号 那么你就会有很大的功德 好 他这里 他说 文书施力 是地上菩萨 摩托于过去久远 不可说不可说解以前 那身为大长者子 那么从这里开始 再讲他的这个过去的因缘 那只要是大圣佛法里面 那么大圣佛法跟身文佛法 有一点点不太一样 那么圣文佛法是以法为主的 那么大圣佛法 他都有一个当机种 就是有一个代表种 那么这个可能是佛或是菩萨 比如说无量寿经 他是以这个阿弥陀佛 那阿弥陀佛为主 就像阿弥陀佛的本身 就是过去 他是怎么修行成佛的 比如说要是佛 讲要是佛 要是流离光如朗 那过去是怎么修行 现在所以这么殊胜成佛的 那或者 那么讲这个菩萨 要不是讲佛 要不是讲菩萨 那菩萨的话 基本上都是 所谓的一生补助菩萨比较多 那代表性的比如说弥勒菩萨 文殊菩萨 普贤菩萨 观音菩萨 地藏菩萨 那么这一些菩萨 当然还有其他的菩萨 那大部分都在讲 那这些菩萨 都是所谓的一生补助 那一生补助就是 他将要成佛 那这个也是在讲 那他到底是怎么修行 那就是他修了些什么 他修什么跟他的愿 有关系 所以有行愿 或是愿行 那他是修什么行 那么他有什么愿 那么诸佛菩萨就是佛 佛多元嘛 但是他利益众生的愿不太一样 所以他这个愿不一样 行不一样 那愿行不一样 所以后来成就的果报 以及所度的众生就不一样 即使在这里 那生文佛法就是我们说的阿含间 或是说小圣佛法 那重点在绑 就是这个怎么修行 可以得解脱 因为生文佛法是所谓解脱道 那解脱道就是说 你依什么法 就是你修什么法可以得解脱 那么可能有很多种不同的法 但是重点都是得解脱 那菩萨道就有一点不太一样 那大圣佛法 主要是讲菩萨道 那菩萨道的核心 基本上都放在所谓的菩萨身上 那这个菩萨有可能是 现在的菩萨 或是过去的菩萨 像释迦佛就是过去菩萨 他以前是菩萨 现在成佛 已经圆满成佛的菩萨 以及当来圆满成佛的菩萨 基本上大圣佛法主要是这两个 所以你看那个大圣佛法 他主要都是以菩萨或佛为代表 我们看到的 比如说我们现在讲的地战界 那在中国流传比较多的 那么比较多的基本上都是 有这个人 有这个修行的人 那他是怎么修行的 所以大圣佛法比较重在所谓的典范 就是说我以他为典范 我以他为学习的对象 我跟着他学习 我跟着他修习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我们归一三宝 所以原来归一三宝主要是归一佛 可是 大圣佛法基本上是 基本上在佛灭后 那么佛没有了 没有佛 已经没有佛了 所以佛要入灭盘之前 阿难问释迦佛 问世尊 佛入灭了 我们要依止谁 我们怎么办 要怎么修行 依止谁来修行 那佛不是跟他讲要自依止法依止 但是这个问题在佛灭后 大家会觉得没有一个可以遵循的对象 法很多啊 因为很多法 那么我们比如说解脱道里面 那么有很多法 那么但是法是由人说的 通常我们叫做依法不依人 可是没有这个人 那个法就显示不出来他的一个重点或特质 因为没有这个人来说这个法 那个法就显示不出他的殊胜 真的都是这样 要不然法有经典就好了 但是没有那个人来说这个法 或是没有人来显示这个法 这个法就感觉起来不是 就是说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做 那没有一个确确的指导者 所以后来的话 大圣佛法后来就是变成有一个 比如说普贤菩萨 观音菩萨 定像菩萨 那么大自治菩萨 反正就有很多 然后告诉你 他是这么修的 然后他现在 重点是他现在在 比如说佛 阿弥陀佛 现在 现在 要师佛 现在 菩萨 现在 现在都在人间 那么我们要怎么修行 其实 所以大圣佛法 里面就有有这个以佛菩萨为主的 那一个典范 那告诉你 比如说观音菩萨 那重点就是重点就是大悲 那么大悲 大悲 大悲就是什么 就是那么 哪里有痛苦 他就去哪里帮忙 哪里需要 他就在哪里 因以合身得度 极限能生 那么基本上都是大悲跟大志 就是有智慧 你才能够帮助上面 你要有悲心 你才愿意去帮忙 那地藏菩萨 其实也是悲愿 但是他是 谁最痛苦 我就帮谁 谁没有人帮 我就帮谁 不愿其反 帮助这个 那弥勒菩萨又不一样 弥勒菩萨是重在 那他一般就是 他一般就是基本上 常常都是 笑人迎人 给人欢喜 给人希望 通常都是这样 那你说其他的 文殊菩萨 就重在智慧 那么他的愿 他一样有悲 有志 只是他强调的是所谓的智慧 那么重在这个 不兰卓世间的这个智慧 那菩萨菩萨就强调 所谓的行 怨行 他的怨非常的广大 如果真要讲怨广大的话 那么菩萨菩萨的怨 那么是最广大 众生皆境 众生越境 众生烦恼境 我这个此怨无尽 那么你看 他这个怨是最广大 但是一般我们讲 救苦 救苦的这个怨 他那个行就是 行就是一般我们在 在所谓的我们的修行 那么通常修行都是怨的 都是怨的 行跟怨 怨跟行是互为因果 一怨起修 一怨修行 那么行在圆满这个怨 通常都是这样 所以他的行 就一般世间就是 从这个礼敬诸佛 称赞如来 供养生 从这些生口义 那么不断不断的 那么在 在这个佛法里面 这个都是一个 就是 因为众生需要有一个代表 或是有一个确确的 有一个确确的人 带领他 有一个确确的方法 带领他 那阿含经里面其实也有确确的方法 但是阿含经里面 他基本上 讲的都是比较核心的问题 那阿含经主要是 两种核心问题 就是 你怎么样得解脱 你怎么样离苦得解脱 那通常他有两个 一个就是 第一个 让你不做三二道 就是有幸福美满的生活 这个是对一般人说的 叫做世界升天之法 另外一种 就是有真上心的 他叫你解脱 那这个解脱 因为解脱的关键 你要解脱 解脱的 解脱的关键是什么 是无我 所以你 他的重点都放在 你怎么正得无我 那怎么正得无我呢 那么你必须 你必须要去观察 这个我是什么 那么了解这个我 不是你 不是你所想象中的 是有一个实在的 从这里 从这里 去掉你的我 那另外一个方法是 因为我见不那么容易去除 所以另外一个方法就是 你必须从我爱 就是他 在烦恼里面 那么你慢慢克制 因为你的 你的贪跟称越重 其实就表示 你的我爱 我止越重 所以从我爱下走 因为就是我见我爱 福明所富 爱觉所欣 长夜沦尾 不知苦之本迹 就是因为我们有我所爱 我们有我见 我见一定会有我所见 那么我见我所见 就会有我爱 我所爱 那么我见我爱 你就一定会造业 有我爱一定会造业 有我爱一定会造业 那么我见会推动我爱 我爱就一定会造业 会有所谓的贪跟称 那这个夜相续造 他就会受果报 会沦违的果报 那么这个 所以他 一个你直接从我见下走 那么从我见下走 观察你 你观察这个身心 从五蕴去观察 射受想情事 从六处去观察 言而彼此生意 从缘起去观察 或从六戒去观察 那么自大无我 那么你就得解脱 那么如果一般的人 一般的人 他的观念还没建立 那么他必须要先建立正见 先建立正见 就是正信 那有正见 那么之后 之后他要有见 所以一般佛法都会讲 先执其见 尽其见 然后修识念处 那从我爱 下走 那么我爱我所爱保 我见我所见就保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 再修定跟定相应 那么修识念处 或直接观五蕴无我 那么你就可以 断我见得解脱 基本上是这样 他是这样的一个次定 那菩萨道不是 菩萨道不是求今生得解脱的 因为他是 菩萨道是要 像地藏菩萨 你看地藏菩萨 这个是很多生以来 他这个你看 很多生以来 那么都在度众生 那么他解脱了 再不能度众生 一般我们都会解脱 就是路涅槃 他就不能度众生 所以他不是求入涅槃 他是不入涅槃 就是说在还没成佛以前 他没有入涅槃 成了佛 度了 应该度的众生 都度了有缘的众生 都让 就是善根成熟的众生 都得度了 善根不成熟的众生 跟他有缘的 都让他成熟善根 没有善根的众生 跟他有缘的 都让他有善根 众善根 这个释迦佛要入涅槃前 这样讲 度尽一切众生 那么这一切众生是 跟这个菩萨有缘的人 因为佛菩萨在所厉害 也不能度无缘的众生 所以他要靠六度四射 去跟众 要广结善根 所以未成佛道 要先结人缘 没有这个缘 你度不了众生 不众生 就是你没有办法去度众生 没有缘没办法度 所以他要广 广行菩萨道 去不断的去度众生 那么不断的去 去利益众生 然后跟众生结这个善缘 结这个法缘 不管是善缘恶缘 那么菩萨都可以 恶缘可以给他转成善缘 那么善缘可以让这个善缘成熟 转成法缘 那法缘让他成熟 他就可以得度 基本上是这样子的 所以 为什么要累结行菩萨道 你看这个第三菩萨也是 也是累结行菩萨道 就是因为累结行菩萨道 所以前面讲 他行菩萨道以来所度的众生 非常非常的多 前面就讲这个 那么他 所以他会讲以度当度未度 以成就当成就未成就 那就是因为 他不断在行菩萨道 比如说好 举个例来讲 比如说我这一生 我这一生 行菩萨道 那跟大家结缘 那么未来 未来我成佛的时候 那么你们就依我得度 或是你成佛的时候 我依你得度 为什么 有这个法源 有这个善源 那么只要是有缘的 只要是有缘的 那么他一定会因他得度 但不是现在得度 远成熟的 他也许是在过去身中 那么成熟的 那么他会得度 那么今生就会得度 那么如果没有的话 菩萨道来生来 还是会再成熟 就不断成熟 那么这个比如说第三菩萨 他度众 这一生度众生 度众生 那么这些菩萨 这一些 这一些跟他有缘的 有可能得解脱 但是也有一些人 跟他学习 要行菩萨道 那其实是这样的 那么所以 所以当他行菩萨道成佛的时候 这些人就变成他的 他的这个所度的 就是他国土里面的众生 所以像《维摩结经》 也是这么说 就是说他所 他的菩萨的国土 众生 他所度的众生 其实未来就生到他的国土里面去 因为跟他有缘 因为一切都是缘起的 那所以他这里在讲到 我们来看 那我们刚才就是说 这个大圣佛法跟生闻佛法 一个比较大的差别 就是大圣佛法通常就比较重在 所谓的菩萨 就是已经成佛的菩萨 或是现在是佛 或是还没将要成佛的菩萨 现在还是菩萨 这个身上 像《地藏经》就是其中的一种 好 那么菩萨一定 他一开始 他大部分都会从 他一开始是怎么修行的 就是从远因 就是说他一开始是怎么修行的 他是怎么发心的 因为菩萨都是从哪里开始说 从发菩提心开始说 发菩提心修菩萨行 成就佛果 通常是这样的 所以你像那个 《无量寿经》 讲这个法藏菩萨 他以前是国王 看到这个四字在王佛 然后就发心 就出家发心 然后施照后给他看 看这个210亿的佛果图 那么他就发心 要跟这些诸佛菩萨学习 那么从这里开始讲 就是他是怎么发心的 那么发心之后一定有一个就是 一愿起修 所以就发了四十八愿 那么一样 那我们来看 那这里讲到地藏菩萨 怎么发菩提心的 就讲到这个过去久远 久远结 不可说不可说 就是过去久远不可说不可说结 不可说不可说 其实是把他说到最远最远 因为印度有些说有129个 有些说有130几个 就是位各十百千万 十万百万千万亿 就是一个一个数字 一个一个位 他讲到120几个 最后最后最大的 最大的 那个叫做不可说不可说 最大的 最后有十大数 十大数里面的最后一个 叫做不可说不可说 所以他就是意思就是 其实就是最多最多 那以前我们小时候讲故事都会这样 就是以前以前在翻过去的那个以前 都被成这样 非常非常久远写以前 那所以不可不可说是形容最大的 身为大长者子 那印度基本上长者子 意思都是有钱 有身份有地位的人的儿子 那么就是比较富比较贵的 或者说婆罗门子 或者说岔地利子 那这个时候世间有佛 通常发菩提心有很多种 但是多数都是因为 因为见到佛 发菩提心 要跟佛学习 所以你看华原经里面 至归于佛 但愿众生提解大道 发菩提心 也是这样 那么希望所有的佛弟子 过一三宝之后 都能够发菩提心 要成就佛道 而不只是要得解脱 为什么 你得解脱 当然佛希望你解脱 但是 你如果能够像佛一样 让很多人得解脱 那这更好 也是这样的 好 那那个时候有一尊佛 这尊佛叫做 施子奋训 拒足万恨 如来 那佛的名号 佛的名号 那么通常佛的名号 都有代表他的特性 通常是这样 有一点像我们 比如说医院 这个什么小 耳鼻喉科 耳鼻喉就代表他这个医生的特点 那么或是说律师事务手 那一个招牌 他的招牌就看出 这件事做什么 这个是医院 那医院里面是 他是看哪一科的 类似像这样 佛号本身 佛号本身大多数也是这样 那像释迦佛 那么当然释迦佛 主要是因为他是释迦族的 要是释迦族 释迦摩尼 他自己叫释迦族 不过释迦的名字是 所谓的人人 那如果像弥勒佛 把弥勒佛就是他是 出发心就不死众生动 他是慈心的 叫阿处佛 阿处佛是不动 不动如来 他的不动是因为他代表智慧 他是表智 所以他不动 智慧不动 就是不为烦恼所动 通常都这样 但是也有一些不是这样 像金也是这样 有一些金 他的名字有时候 就代表他的修行的核心 那这个狮子奋训 拒足万恨 狮子奋训 狮子就是我们的老虎狮子 以前都写这个狮 那现在就加了一个犬字 表示动物 狮子奋训 狮子在跳很快 在铺 狮子很快 非常一下子 那么狮子奋训 大部分 如果佛号里面有狮子的 那么大部分都表示他 无有部位 没有害怕 那么非常 就是非常 混训是非常的快 混训就非常的快 那么 那意识基本上都是缺乎众魔 那 这个 所以 义无缺弱 缺乎众魔 就是 没有害怕 那 是这样 义无缺弱 义无部位 缺乎众魔 心没有一点点畏惧 那么这个是狮子奋训 狮子奋训的意思 这个训是很快 混不顾身非常的快 那么 聚足万恩 聚足万恩 其实就是聚足一切功德 那么所有的佛当然都聚足一切功德 那么其实他是聚足一切功德 圆满一切功德 诸佛菩萨都是圆满的 但是有些会特别强调 那他这个私自奋训 还有一个私自奋训三昧 会不会跟他这个 因为他很会私自奋训三昧 有关系 不是 阿安庭里面有一个私自奋训三昧 私自奋训三昧 私自奋训三昧是这样 私自奋训 他基本上就是素脂 他也可能 也可能是 他成佛很快 但是他没有说这个他是怎么成佛 就是他非常的快速 什么叫做私质奋讯上面 这个在长二汗中二汗里面 私质奋讯上面 他是比如说四禅八禅 初禅二禅 初禅 二禅 三禅 四禅 这个是社界的 那无社界的有空无边 室无边 空无边 空无边 四无边 空无边 四无边 无所有 非详非详 空无边 四无边 无所有 无所有处 非详非详处 非详非详 非详非详 非详非详处 那么到灭尽地 那么这个我们叫做九次地定 那九次地定就是 从一层一层 如果是九层 那九层 他私质奋讯是这样 就是他的产品工夫非常的熟悉 非常的熟练 他非常的快 通常我们是 像爬楼梯一样 从一楼要到二楼 我们是一阶一阶的爬 一阶一阶的爬 一阶一阶的爬 比如说这里是初产 这里是二产 三产 四产 五产 六产 不是六产 四产而已 然后这个定 空无边 室无边 无所有 非详非详 因为产只有四产 没有五产 定 他是八种定 第1个定 第1个定 第3个定 第4阶的定 第5阶 第6阶 第7阶 第8阶 上面不能叫产 就是 无色阶的这个不能叫产 可以叫定 下面的这个初产也可以叫做定 既是产也是定 那上面的 只是定不是产 为什么 产是禁律 有绝有关的 那么到上面就面禁定 圣者定 那么通常 施子奋讯是这样 就从初产 通常我们是 像爬楼梯 一阶爬完了爬这一梯 他没有 他这一阶他可以直接跳到这里 或直接跳到这里 或直接跳到这里 不一定 他跳来跳去 然后或是从这里 我们下来也是 他从这边下来下来下 他不用 他这边可以直接跳来这里 或是他下来这里随他 施子奋讯 他的跳要很快 那么就是他的禁定种 这个要非常熟练 所以他的禁定转放非常快 那么如果你要说 这个国号的施子奋讯就是 那只能说他成佛非常快 但是他非常的速级 非常的快 那这个都是施子奋讯 禁定工要练到这样非常不简单 我看我们现在修禁定可以练到这么厉害的 大概像虚映老师像这种 应该他 可能也稍微有施子奋讯 三妹这么厉害 因为他奖金都可以讲到录定 这个很不容易 他被红卫兵打都在录定 那么这个公务要很好 那我们不晓得他有没有 但是就是说 这个施子奋讯是可以这样的 好像舍利佛就有这个公务 有施子奋讯 这个 三妹 那这个形容词基本上是在说 那么他心里面 施子是代表非常的勇猛 那么他 他打架了他扑杀猎物 他都没有畏惧 而且非常快 非常快一下子 一下子就把这一些邪魔外套都吹拂掉 就是 这个代表他的 智慧 也非常的厉害 才有办法 那么这个通常是代表智慧的 智慧的施子奋讯 那三妹是禅定部分的 好 谢谢师傅 好 这样 那个等一下 等一下 不好意思 我是有 那我们像我们 去学禅定的时候 也大部分我们应该都是一阶一阶吧 但是 但是像说 为什么要像施子 那样子 要跳到这一阶一下 他不是说 他不是说要你这样 他的意思是说你已经很熟练 所以你不用一个次第一个次第 因为你非常熟 你可以从这里到那里 这里到那 他是数级 非常勇猛数级的意思 这个是在正义拉罕里面 他讲 舍利佛的禅定功夫非常好 好到有这样的 我们学 我们没办法这样 但是你熟练了你就可以 你有力量 而且你很熟 你有力量 那么你就可以 你掌握那个技巧 主要是讲这个 他已经熟练而且他 掌握那个禅定的技巧 因为禅定就是新的转换而已 那他已经非常熟练 他才有办法这样 那么 禅定功夫很好的有狮子奋训三妹的不多 那这个是正义拉罕里面在讲这个舍利佛的 舍利佛有这样的 有禅定有这样的厉害 那不是说叫你要训练这样 没有 那么因为他重点禅定他不是要你 这样可以跳来跳去不是 他要你发无肉 禅定 学禅定最重要的 就三个 三个作用 因为我们上次好像有讲过 这是 第一个就是调五官 第二个就是 引发无肉 第三个是引发神通 基本上就是这个 禅定可以 你有了定 你就有所谓的定供戒 定供戒可以调伏 调伏欲戒的烦恼 你不会生起欲戒的烦恼 所以你有禅定 你就可以离欲近近离五欲 你对五欲你有定的使恶 你对五欲是 不会在意的 你不在意这个色身相会出五欲 那我们要克制 通常我们在五欲里面 我们要克制我们 对五欲的贪爱 那贪爱他就是一种烦恼 他就是你轮回的主因 所以我们在 我们在这个 异界里面 我们必须要透过克制 自我的克制 强力的克制 给人要先想到 如果我 如果我这样做 在五欲里面 我会受苦 怎样怎样 要先失稳他的过患 然后克制他 即使自己想要 也要克制 通常是这样 但是你有了定的话 你不用克一克制 定就自然有那个力量 所以 就定他最重要 是可以调伏 调伏 调伏 这个 浴台 调伏 还没断 调伏 他可以调伏 你不用用很多力量来控制 就好像 我们常常讲的 就好像 你小时候 喜欢弹珠 你长大了 弹珠不再喜欢 你已经超越那个年纪 不再是喜欢弹珠的年纪 那么喜欢珍珠 但是后来你出家了 你也不是喜欢珍珠的身份 你喜欢念珠 那又不一样 但是还是喜欢 这个 但是 你要给你 你也不要 你不贪走那个东西 对你没有用了 对你没有用 类似像这样 那么 你如果定了之后 定的喜乐超越你五欲的喜乐 非常多 所以他自然而然不会 对那个五欲产生难做 但是他没有断 没有断的话 所以他定失去的时候 或是他下辈子来的时候 他那个五欲又会开始生起来 但是如果他断了的话 把玉滩断掉 就正出谷 正三谷 正了三谷因为把玉滩断掉 所以他绝对不会来遇见 所以叫不然 气是这样子 那我们修禅定 最重要是要断玉滩 这是第1个要调腐 调腐 调腐玉滩 调腐玉滩之后 你再有证件 那么你要修定以前 你必须 有证件 有什么证件 有无我的证件 如果你没有无我的证件 那么 你定 顶多只是 你的官不跟无我相应 你没有办法见缘起 就是没有办法断我见 没办法动我见的话 那么你的定 你的定 顶多就是真善 那你 如果你没有发远来人间的话 请菩萨大 那么你有可能 你的定会让你身 射界无射界 让你身射界无射界 因为果报就是这样 所以 基本上 基本上像大圣里面 他并不是不中定 但不太特别强调定 先强调要有菩提心 那先强调要有波的道 要有智慧 八三道也是这样 要有证件证实委 后面才有 后面才有证件证面证定 那这个证定 这个证面证定 他 只关吗 关什么 关你前面的证件 无我的证件 证件有两种 事件的证件 出事件的证件 那你再跟这个证件 证实委 相运 这是 我们所谓的 我们所谓的这个 这个 无我 缘起 那你 你的定 必须要 关的时候 你不是在定里面的 定里面那个是 比如说 射界定无射界定 他那个不能解脱 佛头的两个老师 他佛罗摩罗子 阿罗罗家 他有定啊 外道也有定 但是也不能得解脱 所以定是为了 引发无肉 这个无肉 无肉 这是要生起 无肉会 无肉会 从有肉会 这个我们稍微讲一下 因为很多人对这个 不理解 我们把这个修 修行的次第稍微讲一下 佛法 佛法通常是这样的一个次第 信 信 定 会 解脱 那么 这个解脱之后 那么定会到解脱之前 他这里 就是 这里 这里其实有分这个所谓的 这个是解脱道 那这里 会 会之后 会有所谓的有肉会无肉会 有肉无肉 那么菩萨道是在 得无肉会之后 那么不求解 不往解脱 而是行菩萨道 那么成果 那无肉会 其实就是波罗道 那无肉会就是无我的智慧 无我缘起的智慧 无我的智慧 具有无我的智慧 那么也可以是远起的智慧 知远起 知远起 见世地 物中道 那么这个 这个都是一样 或者说你见地见世地 物中道 见远起 正无我 那么这个都是无肉会 那么再继续修 这个叫做无身法 菩萨从这里得无身法 那么生文从这里入圣流 得出果 那菩萨从这里得无身法人 他不入涅槃 正出果之后 最多 如果你没有发菩提心的话 那么最多七次就会 就会 就会得解脱 应该是这里写错 就是 这里 是生文基本上得解脱 那么 从 入圣流开始 那么有些 证了出果 那过几分钟 或是过几秒 就证阿罗瓣 不一定 因为他的目的就是解脱 他的目的就是解脱 所以 他证了出果之后 就渐渐渐渐渐得解脱 多久不一定 有的人马上就证阿罗瓣 有的人要 下辈子 有的人要 这个 隔七次 不一定 那么 看看你过去的善根 跟你的精进程度 那菩萨是 从 从无肉会开始 得无身法人之后 修修修大真其解然后再成佛 那重点在有肉会跟无肉会 这个会里面 那后面我们不讲主要在这里 有肉会跟无肉会 那么有肉会的话他就是文师修 有肉会就是文师修 无肉会 无肉会就是我们说的正 正无我 文师修正 所以修行就是文师修正的次定 他就是正 所以这边叫做文所成 修 修所成 修所成 跟正所成 那正什么 正就是正 我们刚才讲无我 正无我 似地 中道 或者讲似地 或者 或者讲连起 或者讲中道 都可以 那么他其实是一样 他主要是正无我 那么这个正一定要从文师修了 正一定要从文师修的 那文 文 这文所成 师所成 修所成 正所成 所以文所成会 这个是有肉会 一般是这样 一般是这样 那么正所成 那么这个有肉会 有肉会要到无肉会 他有一个关键 要什么 要定 有肉会到无肉会 一定要有定 那么这个定 一般来讲叫做七一定 七一定 七一定就是我们刚才讲四肠八定里面出肠 无所有处 非常非常处不行 人会有障碍 但是在 可以再加上 可以再加上什么 贵到地定 贵到地定就是他还不是定 贵到地 他还不能称为定 所以他基本上这个是在久住心的阶段 久住心 住心的阶段 新住或住心一般叫新住 那久心住或是久住心 心住的阶段 就是 我们叫做一心不乱 那么他在这个阶段 那么 通常会把这个阶段 想成 九个市地 内住 续住 安住 静住 调服 急进调服 提醒调顺 那么 专注于去 等池 那类似像这样 那么 通常 以七一定 有定来讲七一定 就出产到 无所有处 那么这个是味道地定 那么味道地定基本上叫做电光定 就是一刹那 他是新住 他有时候他就是不强 那有些 有些这个 这个 这个大圣佛法把它叫做电光定 就是他的定很露 就是他没有办法到达地 但是就算有的话也是像电光一样 一心间而已 但是这样就可以 这样就可以引发无漏 所以 未到地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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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未到地定得解脱的 我们叫做会解脱 就是一未到地定引发无漏会 而得解脱的 一未到地定引发无漏会得解脱的 我们叫做会解脱 一七一定得解脱的我们叫做聚解脱 那么 未到地定不能引发神通 因为他定才可以引发神通 未到地还不是定 没有给他神通 但是他可以引发无漏 他可以引发无漏 是这样 那么 我们基本上定要成就 我们常讲有些人为什么有些人听 像舍利佛 只要听还没见到佛 只听到 只听到马圣比丘跟他讲诸法音乐生诸法音乐面 他就正出国 为什么我们听那么多次没有办法 那么这个在佛地址里面很常见 那么像这个佛陀的儿子 罗霍罗 他反复思维 因为他也没办法 他听了很多次也没办法 可是他反复思维 然后 也还是没办法 佛陀说那你去跟人家讲 什么是五云无我 什么是六处无我 什么是缘情无我 他讲一讲就正阿罗汉 我也这样讲啊我也没办法 为什么 那我们就要探讨这个缘缘 因为缘世间级嘛 所以有很多佛地址都会问我 师父 为什么 佛陀时代那些阿罗汉 听了听了 就 就见缘起了 是不是真的为什么那么快 好像也没有特别 有些 你说像 他是必舍驱 七岁 他的爷爷 带他去听佛说法 他就正了你 他就正出国了 七岁 驱把陀罗 120岁 没有见过佛 没有听过佛法 证法都不知道 你命中他才去 你命中他才去 他第1个问题 还是先问佛 六思外道 总有没有得解脱 那么佛陀跟他讲一八正道才有解脱 没有一八正道不能得解脱 佛外道中没有八正道所以没有 后来佛陀才跟他讲 无我的道 他就正阿罗汉 马上正阿罗汉 那么我们所有都会怀疑 比如说在主题里来讲 三加社 优罗平罗加社 纳提加社 那么这些三加社 他本来是拜国教的 外道 都是修这一些外道法 可是佛陀去了讲没有多久 他们全部正阿罗汉 为什么这个样子 那我们就要来探讨 为什么有些人那么快 有些人好像都不行 像禅罗 禅罗是很早就出家 佛陀灭了他都没有正阿罗汉 那这个无我听了几千次 后来你跟他讲无我 你不要再跟我讲无我 我都听到不要听了 但是 他不能得解脱 后来阿罗汉才跟他讲 这个 我听佛教教占人 因为他执着 如果无我是谁正得无我 这个问题没办法解决 所以他也没办法 最后他还是得解脱 那我们现在来看 为什么有些人可以有些人不可以 问题就在这里 就是有落会跟无落会 你不是说我东西拿着 然后拿着然后去山里面闭关就有 不是的 你顶多成就定 你天天在里面念佛拜佛 打坐 修定 持坐 你顶多修到定 五根五立里面信敬念定会 三十七道品 最初是什么不一定 最初是信 是见 是见 有落会 像八真道是以正见为初的 识念处直接就关身 直接就正念正定 三十七道品里面的修行赤地 以什么为 以什么为最初 是不一定的 但是最后一定都是什么 一定都是会 最后一定都是会 那么最初是什么 要看你是不是佛地主 你不是佛地主的话 要以信为初 你是佛地主的话 还要看 看你是哪一类的 或是以戒 或是直接 像识念处直接就修定了 修正念 观身观寿 观心观法 那 这个 五根五立信敬念定会 这个是从 正信开始 从正信开始 不一定 但是前面是什么不知道 后面一定是会 一定是会 一会得解脱的 这个是 佛法里面不共 不共外道 那么这个会一定是从有肉会到无肉会 一定是有肉会到无肉会 即使我们修无我 即使我们现在在修无我 我们还是带着我剑来修无我的 所以那你真正正入无我 那个叫做无肉 但是你是带着我剑 但是你修无我是 随顺于解脱的 是这样子的 你这个对无我的观念你一定要守 你一定要守 就好像蝉头是带着我剑来修无我 罗霍罗也是 所有的人都是这样 因为那时候还没证我 但是他告诉你怎么修 那一定花会有肉会到无肉会 那么有肉会到无肉会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就是要有定 那么 至少至少要有味道地定 未到地定 断无名者 断无名者 离无名者会解脱 离异贪者 心解脱 有些是这么说 但是他最重要 最重要的 基本上 就是你必须要有 引发无肉的这个心 定心 那定化成就 定要成就 他有一个特点 就是 第1个你心要有力量 第2个你心没有障碍 你要休息没有障碍 你要休息没有障碍 就好像我常常讲 如果我要从这里 我要从这里走到这里走到对面 那我现在要走过去 这里有障碍了 我是不是 我两个 两个方法 一个把桌子先 一个把椅子搬开我走过去 对不对 那一个我绕路 对不对 那这个是椅子容易 如果这里是一座山呢 那你就不容易了 要绕到绕很远 绕到你还没绕完你脚就没力了 是不是 就这样 所以你心 那你就把他当作心也是一样 那你要第1个你要不前面有障碍 第2个你要你脚没有力量 那当然 你从这里到那里 第1个一定是你这张目标在哪 你有明确的目标 比如说解脱 比如说成果 不管比如说你胜天 你有明确的目标 这个明确的目标要先建立 如果这个明确的目标不建立 你说黄金在那里 你往这里走 你永远也走不到 拿不到黄金 对不对 那一样 所以你第1个先解脱在那里 那 你 无我的智慧 你现在有无我的观念 这无我的观念也不容易建立 因为如果以我们现在 不管你念修定 你修定 那你修定 你现在有些人有结许有成就有些没成就 你修定 那你有成就 然后呢 然后你要做什么 你修定是为了什么 那 那等一下再来讲 就是说我们修行有些人 其实 他 第1个要不是世间证件没建立 要不就是出世间证件没建立 这个很重要我观察 大部分的人之所以没办法成就 修了很久没办法成就 那么大部分是来自于 他的证件没建立 或是他应有的功德 没有拒绝 所以要修足万恨 那么我们要修足功德才能成佛 我们先讲一下 就是说第1个他一定要有定 引发那定要成就 定其实就是真上心心有力量 那你的心变得有力量 因为你要有用这个有力量的心才能够破无名 才能够吹拂 像狮子分解有力量 没有部位 那么他必须要有戒 戒第1个戒就是 你已经造作的 已经造作的恶业 会形成什么 形成罪 叫做罪障 火爆 他会形成这样 你本来是这个影子 如果很简单你的烦恼一天 搬掉就没有了吗 那如果 如果他是一个那个桌子呢 你要搬这个桌子一个你就搬不动了 对不对 那如果他是一座山呢 如果是这个呢你看要怎么搬 你要走但是又没有路就只能走这条路 那你要爬上就有 那如果他挺高呢 那所以就每一个人的罪不太一样 重点就在这里就是你有障碍 你有障碍 那这些障碍让你 即使脚有力你也不能往前 因为你的力量都耗在这里 弄一弄你都没力量啊 那弄一弄又受伤啊你都走不动了 真的就这样 所以 已经造作的恶业成熟 成熟受爆 他会有什么 他会有罪障 障碍住你 你这个障碍没去除 你是没有办法 心是没有力量 像谁 像周历盘托前 你看周历盘托前过去是山藏宝座 他很熟 但是因为他有那个我慢的障碍 很多人有这种障碍 这是过去所造作的一个障碍住 那么这个是已经成熟的 未成熟的 未成熟的也有障碍 未成熟的是你现在起的 起的烦恼 或是以前有起的但是相须 他还没有成熟 还没有形成罪障 他会有什么障碍 会有烦恼障 然后有业障 有烦恼障有业障 烦恼障有业障 烦恼障有业障 烦恼就会形成业 相须他就是一种业 那么陷起的烦恼 他就是有障碍 你就不想做 不想说走一种业 你会退心会退肿 会 弄一弄太累了 算了算了 不要不要 那这个基本上他就是会有 所谓所以这个罪障就是暴障 所以就是有所谓的三障 因为我们常常来愿消三障出烦恼 那不是你念完经你就可以把三障烦恼消掉 不是 你要知道 这个障碍在哪里 为什么 要用什么方法可以去除这些障碍 那这个都需要什么 都需要智慧 所以宋环经之后愿得智慧真明亮 那么才能够 才能够 愿消三障 煮烦恼 才能够这样 你没有智慧拿来的 你没有智慧就一直起烦恼 一直起烦恼 正在起的烦恼 会形成障碍 那么相续起的烦恼 正在起的烦恼有烦恼障 相续起的烦恼有业障 那么已经成熟受报的 业成熟的业会成熟 烦恼会形成业 业再相续 再烦恼又会成熟 那么成熟会有暴障 暴障是什么 三土八呢 他没有办法 他没有办法修 果报上障碍 那都是这个心 不是这个心 所以 所以基本上他必须要有什么 要戒 如果戒就是什么 离恶 诸恶莫座 诸恶莫座 那你没有善 没有善也不行 为什么 你没有力量 前面都没有路挡着你 前面都没有路挡着你 比如说我在这里 这里有椅子 我不能走 这椅子帮不动的 这个桌子我也不能走 那我走这里怎么可以 我走三步 我脚就没力了 没办法走 或是我脚受伤 你就没办法走 前面虽然都没有障碍 你的脚就受伤 你的脚就没力 你的脚就麻掉 你要怎么走 是不是 因为等到脚不麻了 才能走 那脚有力才能走 或是你只能走三步 你就没有力量 那比如说你要走三个小时 你能只能走三十分钟 你就走不动 你没有走 所以他你必须还要 种善奉行 那这样你才有办法有力量 所以他基本上你看 他要吹补掉一切障碍 然后要具足一切功德 他有力量 心才会有力量 那么这个必须要戒 这个必须要戒 所以如果没有戒 他会怎么样 他这个心没办法专注 五概五心 五欲障碍 他没办法专注 那么所以 而且会有忧悔 他心会有忧悔 那如果没有忧悔 那障碍更重 为什么 不知错 我认错 那就不可能改过 那么就会有业障暴障的问题 那么他一直在忧悔 那么就会有烦恼障的问题 所以他这样就不行啊 所以像那个弥西圈者 要自己去修行 后来没办法 做一做自己做不住 一直起烦恼 我跟他讲 先 执其见 敬其见 然后才下以修行 盘若修思念处 你看 这个一顿导书常常有引诱 先执其见 敬其见 然后修思念处 那个就是在你的戒 你的戒没聚足 你的正戒没聚足的时候 你要先聚足这个 你下去修 那像舍利佛目见 大家都有 他们都已经聚足 所以一下子点就有了 人家那个木头早就都干了 所以一点火他就烧起来 你的木头是湿的 你用喷火槽来烧 你都烧不起来 我告诉你 为什么 太湿了 不但木头本身湿了 上面的水又一直滴湿 你看 所以你先要把那么漏水的地方 把木头先移到 移到不湿的地方 然后在太阳晒晒个几天 干了之后 你再用火来烧 刚开始辛苦一点 但是一旦烧起来 你不管他他就一直烧 那人家那个舍利佛目见 那个木头都是干的 遇见佛头这把火一点就烧了 我们的是全部撕的 你就是丢到火里面 木头不会被烧掉 火会被你灭掉 你好好想是不是这样 真的是这样 那你就不知道 我不信邪 你不要不信邪 你要退下来 要先什么 要先处理 处理你的问题 所以一般的人不知道你一直修 你以为这样修定 你以为人家这样关乎我就可以正过 没有 不是这样 你修不进去表示什么 表示你后面的东西没有拒绝 那所以他基本上就是 重点就是心有力量 没有障碍 就这两个而已 要不是你有障碍障助 要不你没有力量 但是这个前提都是你的目标正确的前提 但是大部分的人目标也不正确 大部分的目标其实也不完全正确 比如说要关我 我这个观念 我这个观念不是每一个人都有 那我们来看 那么借由了 要帮一般的人也有借 借由 那么他们基本上要有信 信 信其实是正信 要正信 正信 证件 证思维 一定要有这个 证信之后有证件证思维 那么重点是证件 那有证件不一定有证思维 有证件不一定有证 想一想就不对 基本是对但仔细想不对 好 我们把这个稍微讲一下 那通常 通常证件是这样 佛陀讲的证件 主要是两个 世间的跟初世间的 世间的证件 写在这里 佛陀讲的证件 世间的证件 跟初世间的证件 世间的证件 就是有善有恶 有业有报 有善有恶 有善恶 有业报 这等下我们会讲 会讲到这个业报的问题 那其实大部分的人 大部分的佛教徒知道有善恶业报 但是对业报的观念不正确 有善恶业报 我们都知道有证件 但是 你想的不是这样 那么这个牵扯到 不管是普早道解脱道都一样 等一下我们再来讲 就讲这个解脱道里面 断三结 这有观念 有善有恶 有善恶 有善有恶 有业有报 业一定会受报 那么 制作业制作报 好 那么 有凡有胜 有去有来 有去来 有过去有未来 就是 业报是通三世 不是这一次就这一次收 这一次收业就这一次做报 不一定 那么不是这一次 所以有很多人 今生修行 包括我们 为什么 舍利伯木届人 听到 诸法因缘生 诸法因缘妹 他就证出果 听到 听到缘起祭是因 证果是果 证果是报 那他的 他的因果关系是听到缘起祭证果 那你要知道 因果是通三世 那我们为什么听了 无动于衷 为什么 不要说你了我都讲了几百次 那我也很深思这个问题为什么没有 他通常 通常 这个因果不是 不是看这一世 人家累劫修道 现在就跟你讲地上菩萨 你不要看他这样他是过去怎么修怎么修来的 不是 不是你现在看到的这样而已 你说虚拔托罗 他如果没有那个善源 他如果没有那个善源 他没有办法在否虐仿之前 遇到佛 是没办法的 他如果没有那个善根 不成熟 遇到佛了他也不能得解脱 他如果没有那个善源 他这一生没有办法出家休息 那么 那么可以遇到佛得解脱 那基本上 有凡有胜 有凡胜 这个是 这个是世间政见 那世间政见 还不能得解脱 那你要知道有凡有胜 凡怎么样 凡怎么样 超凡入胜 怎么样超越凡夫而得为胜者 那么 有凡有胜 凡 我们这个是 我们凡要变成胜 他必须要怎么样 要有出世间政见 凡夫不割三二道 他必须就是他要有政见 政见相约 他才不割三二道 政见真上者 政见真上者 他基本上是世间政见 因为他知道有业有报 三业有三业报二业报 所以他不会去照二业 让自己受苦 不会 那么要出世间政见 出世间政见就是什么 诸行无常 诸法无我 诸法无我 跟什么 灭盘其境 那这个就是世同有 有善恶有业报有去恶有凡胜 那凡怎么样成为善恶很简单 善 先要分别什么是善什么是恶 善有善业 善有恶业 凡是你照的就恶有业 那么善业有善报 恶业有恶报 通常就这样 要先分别什么是善什么是恶 善有善业 恶有恶业 善业有善报 恶业有恶报 那么业报是通三四的 那么有可能是过去照的恶业 现在受报 多生以前的恶业现在受报 多生以前的善业现在受报 现在受的多生以后受报 现世受报 报有现世报 来世报 后世报 那么所以他有不同的 那么 那么了解这个 了解这个 他就可以不割三二道 但是他还是仿佛有轮转 那怎么样从仿佛成为圣者 他必须要了解出世间政见 那是诸行无常 诸法无我 涅槃即进 就是从有为到无为 这个是无为 所以你必须要了解 无常无我无为 基本上是这样 好 那我们从这里来看 那么正信 信什么 信三宝 三宝是什么 佛法身 通常讲 清静为信 那么你要有清静的 要有这个信心 这个主要是法 佛法身里面主要是法 佛是依法得成佛 身是学习佛依法成佛 所以主要是法 那法 所以正信一定要产生正见 正见就是这个 但是你要 你要从反到圣 那你的证见必须是出世间的证见 出世间的证见才能出世间 世间的证见 在世间不多三二道 是这样 那么你出世间的证见 他一定要跟无我相约 一定要跟无我相约 官无常得无我正念 一定要跟无我相约 那无我 无我就是无用无我 一般阿含听里面说到四种无我 贵类为三大类 五应无我 六处无我 六戒无我 缘起无我 他从来这个我 把这个我分析成什么 分析成运触戒 运 触 戒 偏重在心里的分析 五运 偏重在身里的分析 六处 偏重在物里的分析六戒 但是 这个运触戒 那么从这个我命 跟身 这样来讲 就是说 我们这个五运 五运生 五运生 跟这个生命 那么他是充三四的 从这里来讲 从这里来讲 整个来讲 这个是身心 这个是我们的身心 那么跟我们的生命 因为身心 三四六道 轮尾 那么这样整体说起来就是所谓的缘起 所以 对于身心跟生命的分析 身心的分析 生命的剖析 基本上就是缘起 所以缘起基本上讲 你为什么出现在这里 你是什么原因出现在这里 那么你 从这个世间离开后 你又会去哪里 为什么 为什么 无名跟贪爱 所以他通三四 这个身心是怎么流转的 无名行 这个 无名所付 爱结所戏 贪爱 这个行 或是一夜流转 那么无名所付 爱结 感得之 无韵之生 无名行 是 名色 他是这样 就讲 讲这个缘起 对 无名行 是名色 这个是告诉你 你为什么出现在这里 为什么会有这个身体 无名行 是名色 然后你又告诉你 是名色之后 六路 处受爱 这个是告诉你 你为什么 你会到哪里去 跟你这个身心 起什么烦恼 造什么业有关系 那你为什么会造业 为什么会起烦恼 心跟静的关系 你的心面对这个静 那么你习惯跟无名相应 起什么烦恼 如果你跟名相应 你就不起烦恼 就是那个处 所以又讲到六处生的问题 之后 就爱 你就会 具足这个 往生来到的因 就有 有 就有生死 又下一生 他就讲这个 那讲这个就是什么 这个就是讲你整个生命 流转的问题 三世 流转 这个就是缘起 我们先把这个讲 那么这里就是 身心跟生命的 身心跟生命的分析 这基本上就是缘起 那运 运只是就身心 身心的关系 身心互运起 那么 这个 这个 处 心跟静 六处 一定讲内六处 外六处 眼耳鼻子身对射身相畏处 你到底是怎么起烦恼 你怎么起心动念的 当然就是感官面对听见 然后由于你过去的习惯心 你的业 你的心 那么 你的缘 那么让你起这个烦恼 这个烦恼 又让你的心加重 也许是好 也是不好 不一定 那看你起什么心 然后就这样形成业 那业成熟就可以形成报 其实他就是这样来的 那么戒基本上 就是 比较偏重在物理上 所以 佛法里面 他基本上把 把这个戒放在跟缘起一起讲 就我们阿含经里面 他通常就是 运相应 处相应跟缘起相应 那这三个 这三个 通常要具足什么 像具足万恨 具足什么 你要具足信信念定位 五根五律 从哪里具足 从37道点 所以他另外一个就是 你 如果你的智慧具足 如果你的功德具足 像这个具足万恨 那么你的 你的智慧具足 你的功德 你就是你的这一些力量都具足了 功德都具足了 那么你的智慧又极为善巧 师子奋训具足万恨 基本上就是讲这个 那么你的智慧又会讲善巧 那么你一听到五月你很快就能录 像舍利伯 像乔承儒比丘 一听他也没讲什么 你看他讲什么 他有学中观有学为士 有学成佛之道 有学一切是地论 都没有 他只是讲五一无我而已 讲中道而已 先讲一个离苦乐两边的中道 再讲一个离长洞两边的中道 就正阿罗汉 你看但是有一些人就满你点 但五比丘都不会很慢 就很快就正阿罗汉 为什么 因为他已经 功德具足 他就是万事具备只欠东风 那我们不是我们只有东风什么都没有 那就没办法 那那能有办法 对不对 那你还要去 你要去具备这些东西啊 怎么具备 37道品 告诉你欠什么你要从哪里来修 天下课 我们来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